嗨,你好,我是瑞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好像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会抱怨心情不好这件事 抱怨的频率越来越多 他们好像都生活得并不快乐 我认识的一位前辈他跟我说 你们这代人比我们那时候压力大太多了 我们那个年代心事物少 竞争也少 能帮衬的兄弟姐妹还多 稍微努努力买个房子就能结婚了 现在你们什么时候不靠父母 能够赚够房子钱 独生子女所有的压力都得自己扛 出现一个比你更厉害的年轻人 就能轻易取代你 你们的生活确实很难 对 我们这代人压力真的挺大的 单身的时候忙工作 工作不那么满意 也不甘轻易辞职 因为没了工作 就断了生活来源 没有人能替你承担风险 还有压力 恋爱的时候 想着什么时候能安定下来 以前 车马慢 一生只爱一个人 如今什么都快 好好的感情 说散就散 你不知道这个人究竟能陪你走多久 结婚以后压力大 两个人照料两家人 孩子指望你 老人依靠你 你不能 也不敢倒下 我听过一句话 别让人生 输给了心情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但它却能 左右你人生的全部 所以今天 我想送给大家四句话 心情不好的时候 拿出来看看它 或许 会有一点点帮助 我想说的第一句 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 平安健康 就值得感激 太多人希望一生顺遂入人院 但其实没有谁的人生 会一路平淡 磕磕碰碰 起起落落 才是常态 我们也在这样的历练里 不断成为了更坚强的人 以前我总听我妈说 一生平安健康就是福气 当时不以为然 如今深信不疑 看其余人生的时候 安雅和猫不易 探访台湾的残障护理员 看到因为难产血崩 而成为植物人的妈妈 看到天生 就得罕见病 三十岁 却像六十岁的年轻人 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我眼前纠结的这些事 它根本算不了什么 一生平安健康 吃得饱 睡得好 其实已经是很多人 无比向往的生活了 所以 别轻易被困难吓到 要懂得知足 懂得感恩你拥有的 我想要说的第二句话 凡事 尽力而为 但别和自己过不去 我遇到很多 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 吃高枪 干净十足 带着一腔热血 怎么也不愿意服输 我经常听人抱怨 为什么这一次今生的人不是我 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好 他还是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不是你付出的 就要被接受 这个世界从来不按照你期待的样子运行 所以说真的 你没有必要 为那些不能决定的事情 耗费心力 一件事的失败 一个人拒绝你 你就开始怀疑自己 其实都没有必要 就像那句话说的 人生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 无愧于心 我想要说的第三句 每个人都会犯错 做错改正 就是好的开始 以前我们追求一生无悔 哪怕后悔了 也要咬牙挺住 毕竟是自己做的决定 现在我觉得我们不用一生无悔 后悔了 找机会弥补就好了 人这一生难免做错事 难免头脑发热 冲动选择 事后想起来 一遍遍感慨 如果当初 错过的人 就努力重新追求 做不好的事 就放弃 选择另外一件 一直压抑感慨 不会改变事情的结果 只有主动出击 才有翻盘的可能 我想说的第四句 别轻易放弃 别轻易堕落 人生中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经常看新闻说有人跳楼自杀了 我无法感同身受 每个人的绝境和痛苦 所以也不能站着说话 不要疼得让他们再忍忍 可我还是想说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难走的日子 这段路有的人走得长一点 有的人走得短一些 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困顿多 有的人年老的时候有困惑 不论你的困难有多么厌迟糟糟 都请你不要随便看清自己 也别轻易放弃 你不要觉得 因为你走了眼下那一段难走的路 就好像全世界都在针对你 其实 所有的难题都是暂时的 所有的事情都会迎来转机 只有你觉得不行 生活才会一直不好 我希望你能乐观 希望你保持坚强 我希望你开始 重新接纳你自己 无论那个自己是什么样 我都希望你能面对它 喜欢它 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 日子没有那么简单 也永远没你想象的难 好的 坏的 都会过去的 晚安 愁你好吗 我给你的 你永不找我 你也失去该有的快乐 付出的温柔才不属于我 你无福消消 谁应该难过 没事了 没事吗 坚强的太寂寞 脑袋空空 脑袋空空 难道是我要的结果 爱给了我什么 没什么就超脱 爱不能伤害我 爱是我没爱过 我没做错什么 我没做错什么 却把一切错过 你是爱不起我 我也对不起我 不敢看你 就尝试看破 别让伤口有机会发作 微笑说剧情 而惊心动破 好证明泪线 还没有萎缩 没事了 没事吗 自爱的太寂寞 一身清白 那是我要的结果 爱给了我什么 没成乱就超脱 爱不能伤害我 爱是我没爱过 我没做错什么 我没做错什么 却把一切错过 你是爱不起我 我也对不起我 我没做错 爱偷奏我什么 没损失更失落 爱不能伤害我 是父亲还是我 我没得了犯错 再把一切错过 你没能留住我 望着对不住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